- 禁武邏輯 - 禁武邏輯,我對於美國要制裁本人 - 我都是一笑致之,癡之以鼻 - 跟大家說個成語,最近可能你都聽過了 - 癡之以鼻 - 幾個字都很淺,第一個癡之字就解釋一下 - 這個字是一個動詞,是表示由於你看不起一件事 - 或者一個人,是發出一些微笑的聲音 - 為之癡,所以這個詞語可以說癡笑,即是微笑人 - 恥笑人,那就叫做癡笑,又或者叫癡皮 - 即是你癡視人,可以叫癡皮 - 癡之以鼻,為什麼呢? - 按字面的解法 - 癡就是癡笑,即是機笑人,笑人 - 你笑人就不是用口來笑 - 不是說,這樣也有,不是這樣 - 你用鼻來笑,你試試合上嘴,用鼻來笑人 - 哼,是這樣 - 那這個呢,是不是更加表示了你那種不舍輕滅的態度? - 所以這四個字很形象地表示一個人 - 如果對一件事是表示輕滅,表示鄙視的話 - 你可以說它就叫癡之以鼻了 - 如果你一個人說,我對這件事癡之以鼻 - 或者我對某某人的行為,我癡之以鼻 - 你即是說你很不舍這種做法 - 或者對這些這樣的行為也好,事物也好 - 你完全放不在眼外,看不起 - 即是不舍一顧,你就可以用癡之以鼻,不舍一顧 - 即是采他都熟,可以這樣 - 但作為代人處事的一種態度 - 這個癡之以鼻當然會令對方難受,以至反感 - 而且還有,如果我們在說真的去接受人家的意見 - 如果有些人提出意見,你癡之以鼻的話 - 即是說你刺牙耳,你不聽,對吧 - 人家的意見就未必一定是錯的 - 所以對所有的意見,不同的意見 - 我們都不應該用一種癡之以鼻的態度 - 我們都應該添虛來聽取的 - 這個就是我們代人處事,我認為的一個應該堅持的態度